已經把這個出國報告都對外公開 在101年度到103年度 但是僑委會仍將把它列為是限月 我覺得你們未免是保守到太多分 他們教育父子參加那個活動 那個活動部分是OK的 但是我們事後 我們還有另外參加很多僑社的 去訪問僑社到哪裡 去跟他們談什麼事情 那個是我們後半段 前半段那個是絕對沒問題 委員長 所以我們現在也採取這個做法 可以公布了我們全部公布 我要跟你提到了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僑委會最大的困擾 是在於跟中國的統戰 如果我們跟中國的統戰 我們其他的僑民的部分 我們都是跟他一起比賽 錢用多少 一起比賽唱歌吃飯跳舞 我們沒有辦法把我們的僑務工作 做得很好 是這樣子嗎 好那我再請教一下 請問您這次跟馬英九總統出去 我們安排的僑宴是在哪裡 在幾個中單 在美國 還有在訪問的瓜地板那裡也有 對不起我們邦交國除外 幫交國除外 幫交國除外 在美國的地方是在哪裡 在休斯頓跟洛杉磯 我們都是請僑領來參加是不是 原則上我們尊重這個當地管處的一個建議 那都是我們出錢 是 那還有誰出錢 來參加的人自己要出錢嗎 這個是總統請他們吃飯 所以僑務委員會沒有出錢 僑務委員會只是出個人 不過我們出錢 幫忙鋪桌子 幫忙招待人這樣子 僑務委員的錢我們要支付 是我要跟委員長一個概念 好久以來我們的僑務委員會 都是在服務僑領 真正的僑民並沒有服務到 在你的報告裡面 你有提到說我們希望以後有些新的僑民 就是比較年輕的僑民可以慢慢來接觸 可是這麼久以來 我們比較高階的官員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接洽僑領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僑務委員那麼多 請問他的平均年齡是幾歲 我們的僑務諮詢委員 他的平均年齡是幾歲 僑務諮詢委員年齡都比較高了 那僑務委員因為他要在服務僑社 要有一個績效 所以他通常出來 我猜都不會低於四五十歲 都不會低 我應該不會低於五十歲 我原長四十歲跟五十歲差很遠 不會低於四五十歲 是不會低於五十歲還是不會低於四十歲 是不是都偏高 是不是都偏高 我們現在大概是五十幾 沒有關係您到時候再提供給我 對 就是你的印象當中是偏高沒有錯 所以我就在跟您提到有關僑務政策 我們對於僑領的定義 我覺得需要做一下改變 第一個我們當然是面對中國他們很多統戰 包括他們的僑社辦公室是隸屬於國務院 那我們這些統戰當中 如果你一直跟人家用對抗的方式 你剛剛提到了不願意對抗 那我們就必須要轉策啊 如果轉策全球的僑務委員都要我們 僑民都要我們去服務的話 全球的僑民有多少 有沒有跟外交部重疊的地方 我們資源會不會錯置 外交資源如果放下去的話 僑務資源要不要放下去 不需要嘛 還有另外一個老僑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已經比較沒有統戰目的 甚至有人已經回歸到中國大陸 您剛講了 我覺得非常有骨氣 不願意把這些人列為是我們的僑領 或是僑務委員或是僑務諮詢委員 但是新僑在哪裡 我們怎麼樣去招收新僑 能不能找得到 那現在碰到的困難在哪裡 我知道委員長相當辛苦 所以我想要請我們有四位 就是僑教處 僑民處 僑商處 還有僑生處的幾位處長 可以上來講一下 你們認為現在如果我們的政策 是要找新僑 那重點在哪裡 困難在哪裡 是不是可以來回應一下好嗎 我先請這個我們僑民處的庄處長 好 四位一起上來好嗎 順別講一下 主席委員 我是僑民處處長莊瓊之 那在於僑民處的工作 主要是在於僑社的一個佈局 還有組織的一個方向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要再報告你的組織好嗎 你只要報告我說 現在你碰到的困難在哪裡 新僑或者是說青年的這個 第二代的這個僑務人才的培育呢 我們大概目前的規劃是有兩個方向 不是 我說你現在碰到了困難在哪裡 我現在不是問你的施政報告 是 好 那我們 那對不起 那我先請下一位好嗎 是 報告委員 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有一些困難沒有錯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的那個FASCA的部分就是 等於就是你是華裔 台裔 其實都台灣出去的這些這樣的一些 我們這些父母親都是台裔的 那這些年輕人我們現在把他... 張處長 剛剛我們在喬委員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喬教的部分其實就在於語文 就是我們教他正題制的中文 但是問題是我們教的這些教師 台灣現在那麼多流浪教師 我們可不可以跟教育部結合 讓他可以用這樣子也是用巡迴的方式 去告訴他說我們自己在台灣的中文怎麼學習的方向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喬二代喬三代他們有這樣子的認同的時候 我們更要來加強這一塊 不是親在乎乎咧 找一個 可能是東南亞去的 搞不清楚我們正題的中文怎麼寫 這樣教我覺得不太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實際上我們也都跟教育部在協調 那流浪教師這個區塊 因為流浪教師要出去你要給他誘因 我知道 那喬委會可不可以幫忙 我們當然可以啦 是不是你到時候給我一個報告好嗎 現在我們這些教師是正宗 從我們台灣的示範體系 或是台灣的教育體系出來的有哪一些人好嗎 OK 好 謝謝 那再來喬商處 喬商處跟委員報告 當然在喬商的領域裡面 那個未來的喬領當然是在輕商 那我們現在面臨的比較困難的就是 輕商他們都在發展事業 不像一些別事業有成的老一輩的 可以很專注在喬社的活動上面 是 我們也都知道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把它列為也是我們的喬領可不可以 如果他在他的喬居地裡面 有很大的發展 他也許是30幾歲 是 我想你們都瞭解 我們現在在東南亞地區 非常多國家的喬二代 其實他們的成就都非常的高 他們對台灣也有認同 可是他們怎麼都不會列掉我們喬領 你們一定要老闊口才可以 這有好幾位現在都已經是我們的喬屋處境委員 我可以舉例子 會議員的謝嘉珍還有那個 柬埔寨的那個黃茲怡 這個才30出頭都已經是我們的喬屋處境委員 對 我想繼續往這邊發展好嗎 對 好 那喬生處的部分 報告我言就是有關這個年輕族群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每年就會從這個美加映影系的地方 就是邀請很多這個青年朋友回來當志工 那我們面臨的困難應該是說 以下也會的預算來講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鎖定的是美加呢 英語系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回來的大部分這個 參加這個青年活動的 這是比較 可能是早期就是以小時候就移到海外去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你們是鎖定美加 而不是鎖定東南亞 因為我們跟教育部合作 他是要做偏鄉的英語教學 所以這個部分是因為教育部有列定一個目標在那邊 那東南亞地區呢 東南亞地區我們用官謀團的方式來辦理 是我想喬生的部分還是一樣 第一個我覺得鎖定美加 當然你剛剛有提到說到我們的偏鄉裡面做英語教學 那這是可以有 就是說有兩個功能 那如果是你完全以美加喬生 美加一般以我們來講 他們都是比較有錢 我們還要補助他這個機票錢 我是覺得這不對 但是相對而言 我要請教一下委員長 我們的喬務政策 有沒有可能變成是 我們是以東南亞或是南亞國家為主的一個南向政策 對於我們來講 經貿交流文化交流 或是我們的同理性 或是我們的協同等等這些 難道你不認為說我們在東南亞這一塊 台灣的僑民 現在的數目是已經越來越高了嗎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加強 對我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喬委會的工作對於東南亞這一部分其實佔了一半以上 我是希望破大成南亞 我們都佔了一大半以上 我想絕對會徵兆 那我也建議一下不要只有請客吃飯跳舞 剛剛那個林長佐委員 他的閃靈樂團 其實能夠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那台灣有非常優秀的這些團體 包括五月天 包括說張惠妹女士等等這些 都是我們台灣很寶貴的文化資產 不一定是只有傳統的文化 如果能夠多多擴展這樣子的一個 文化體育交流的活動的話 我想吸引我們的僑生 或者是在僑務政策上的發展會更蓬勃好嗎 這是我們的目標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現在請江啟成委員來發言 發言期主席邀請委員長 江委員好 委員長好 你們今年1月是不是有公佈 喬生政策白皮書嗎 是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這裡面最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要開始落實 我想我們把這個喬生工作的 這個從染財 育財 留財跟用財 各方面做一個政策上的一個書 所以主要是針對人才嘛 對 那人才主要是因應台灣的人口老化 還有少子化 對不對 然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這個方向是對的啦 當然我們也希望 這樣借助 我覺得不光是喬生啦 應該是說 怎麼樣對台灣的經濟跟社會 甚至國力的發展有幫助的 都可以讓他對台灣有所貢獻 這是一個重點 那當然喬生是一個來源 那重點是說 這些喬生 因為你既然是一個白皮書 代表你們有做很深入的研究 跟調查 這白皮書是誰寫的 是我們 是你們委託外面寫的 還是你們自己內部寫的 我們內部寫的 你們內部寫的 對 那你們內部有做很深入的調查跟研究嗎 還是憑你們長久以來的經驗 我們自己有累積 當然那個也是一種調查跟研究 我們自己累積了不少資訊 我們希望是一個比較客觀 真實跟科學的分析 然後能夠真正來解決問題的白皮書 而不是一個拿來交代用的白皮書 因為國發會或許有請各單位來調查 或者用各單位的方法 想辦法在人才跟人口結構 這個問題上面提供你們能夠貢獻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最怕的就是說 各單位拿到這個指令之後呢 就反正做一些報告來交代 做一些白皮書來交代 那最後都是沒辦法落實的 但是我必須講 喬生或者外來生 他的確對於台灣在未來的競爭力 還有人才結構的改變上面 他是可以扮演一定角色 但是看你怎麼樣用 看你怎麼樣去吸引他 所以我簡單的請教一下就是 這一些來台的留學生 那當然你這邊是以喬生為主的 我想請教一下 他憑什麼留在台灣 就是說我們台灣憑什麼來吸引他 我們可以把這個門關掉嗎 我想我們在這邊台灣之所以能夠留住這些學生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我們台灣的自由民主的一個氣氛 我想而且對於這個未來 他對於未來的一個期望 他認為在台灣經過台灣的訓練 這是你們有調查過的嗎 我想我們這個 還是你們自己想的 沒有我們平常跟他們接觸的這些年輕學生 我們常常跟他們做談 他們講的是實話嗎 我想這個評論 我這樣講好了 今天我到美國留學 我在美國待了六七年 是 我要決定留在美國工作的理由是什麼 對不對 今天美國是一個人才大榮爐 我舉這個國家 當然台灣不能跟美國來做相提並論 但是一個社會 他要吸引一個外來的人才 來留在這個社會當中 他的吸引力是什麼 他的軟實力是什麼 就是soft power是什麼 所以我剛剛才想請教說 當然你去問他 說你為什麼會想要 你想不想留在台灣來工作發展 或者台灣吸引你的理由是什麼 這可以講很多 其實最終的一個關鍵點就是 我留在這個地方 我能不能餵飽我自己 還有一個 我如果到其他地方是不是更好 這是很現實的東西 我不會因為說台灣的美食人好 所以我留在這裡 我覺得不太可能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因為我的配偶是在台灣 發展機會 所以因為你的親屬關係 你留在這裡 其他大部分都是很現實的考量 對發展機會 發展機會 今天如果說我去上海的機會比你太悲好 我就去上海了 是 對不對 是 除非上海是一個現在比如說非常恐怖啊 或者是極端的什麼政權之類的 我不去嘛 那你這個國際大都市的地方 大家是來比較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這個東西必須很切實啦 不能太一廂情願 好的 因為我看到你們寫出來的有一些理由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是留學生來台灣留學 這不是我留在這裡發展的理由 我今天留在這邊發展 而且這些通常都是白領嘛 對不對 我今天來在台灣念大學念研究所 我留下來我一定是白領啊 那我白領階級 我全世界都可以去啊 我告訴你啊 新加坡是怎麼樣攬財的 新加坡我曾經在十年前就訪問過他們的人力部的長官 那時候民進黨政府曾經委託過我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告訴我 他們的一個主管告訴我 很簡單 我們新加坡喔 新加坡的政府做什麼事 We run the country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所以 他就是把新加坡做 新加坡政府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讓新加坡從全世界人才的聚集處 所以你們都來社總部 所以我吸引的是Global Talent 就全世界的人才跟有專精專業有天賦的人 我全部都讓他到新加坡來 所以我是在所有的Infrastructure上面去塑造成為incentive的誘因 讓這些人可以來到新加坡工作 留在這裡工作 甚至Race他們的Family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其實喬生這只是一個 因為我們跟他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跟關係 可能是語言 可能是文化 可能是因為他跟華人血統的關係 我們叫他喬生 所以他因為這個連結他選擇到台灣來 念書 可是這些人你如何在他練完書之後 他願意留下來 因為我們的目標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出現在這個 這個point上面 我們不是說要他回去說 宣傳我們台灣多好多好 我想那個在現在這個環境來講 那個變成是吃藥的 現在主要是說 怎麼樣把優秀好的喬生 他能夠留在台灣 替台灣社會創造更多的GDP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是 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我覺得你必須分析出來說 我們的強項在哪裡 弱項在哪裡 你如何針對弱項的部位去補足 才能夠吸引到這些人才 可是在你的白皮書裡面 當然我是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那個白皮書 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有沒有真 要針對這些事情去一一的做 很好的檢討 然後針對我們弱項的部分 能夠提出你能夠給他的一個補足誘因 否則的話他最後的考慮就是很簡單 我拿到了台灣的學歷 我拿到了台大的學歷 台青教的學歷 我最後我就是 job market上面 哪裡給我比較好的offer我去哪裡啊 就這麼簡單嘛 我不用太多的思考啊 我也不用去思考我是不是華人的問題啊 我不用思考這個問題啊 甚至今天連台灣的學生 在全世界念書 在台灣念書的學生 他最後找工作 他也是這樣思考啊 對不對 我台大畢業 如果上海給我好的pay 我當然去上海啊 是 不是嗎 如果那裡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我當然去那裡啊 這是一個地球村嘛 所以我說喬生白皮書 這只是台灣在攬柴上面的一個很小的視窗而已 是的 所以委員長 這個當然 你大概在兩個多月你要交接啦 但是我們也相信 未來的政府他也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整個台灣的人口問題啦 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我也曾經 之前啊 我就針對你們說 在審查預算的時候我就關心過 關於說你們那個 平點配合你還記得嗎 是平點配合對 那時候 你也答應說從2000提到到2500啊 然後降低門檻 鬆綁規範這件事情有沒有 後來有沒有做 這個現在那個2500的配合 這個限額已經取消了 所以現在無限制 那降低門檻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跟那個勞動部跟國號會都已經取得共識 而且已經同意了 但是就是因為勞動部最後跟外籍白領綁在一起 沒辦法做公佈 所以那個部分現在是缺臨門一腳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都做到 這個就是台灣政府最大的一個問題 當我們的官方在處理這些部會跟部會之間的協調問題 都這麼困難的時候 人才不會留在台灣 你知道新加坡是怎麼做的嗎 他在國際攬財這一部分 他是一個單一窗口 我知道 一個單一窗口 你來申請 申請你 比如說我在新加坡找到一個 一個全球總部的工作 我的所有的身份 VISA這些等等 我是一個單一窗口來處理 是 我根本不用跨部位去處理 就是這個窗口進來 我就可以辦好所有的東西 讓我可以在台灣工作 讓我可以在新加坡工作 我請問我們有嗎 我們現在在經濟部 他是有一個招商攬財的一個專案小組 這也是就是一個單一窗口 可是我們都一直講一直講 這個我已經聽了很久 但是我想我們現在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們敲會自己去努力 像這一次我們對於喬生政策的改變 其實都是我們敲會 自己努力一個單位一個單位 去跟他們說明跟他們溝通 這實在是太辛苦 你看到沒有請院長來協調 沒有請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在幹嘛 沒有最後是 政務委員協調過 最後是院長拍板定案 就是放寬這個 上次委員提的這個部分放寬 可是到現在還是 還是卡在某一個部對不對 那因為是那個立法院有反對 立法院有反對 是立法院有反對 對他是說認為說 外籍法令這個部分不要公布 那我們剛好 跟外籍法令那個是綁在一起的 那我現在 那為什麼不能脫鉤處理 對我已經跟勞動部講說 我們那個部分其實 你們可以先試行試辦 對我已經跟勞動部講說 那個部分其實是沒有爭議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勞動部也願意說 把它做脫鉤處理 當然在你離開這位之前 如果你能夠把它推動是最好的 是 好接下來我要請教一下 那你剛好提到說 喬務兩岸之間喬務沒有修兵過 這個我也同意 那但是我只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對岸的這一種在文化上面的公式 我相信它是不會挺的 連對岸都知道怎麼樣用軟實力來吸引 對 來圈住這一些在海外的這些華人 是 那就更不用談 台灣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自然而然就會變得壓力非常的大 我也可以體認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這一種挖牆角的公式 甚至有時候是金錢公式 在這一次總統大選之後 未來是否會加重它的火力 你覺得 你不是常常都在跑海外嗎 我覺得他不是說從這次大選 他最近兩年來 他對於這個實質上的服務的公式 已經非常強 我剛剛講的八大會橋措施 一帶一路 這些工作其實他已經慢慢雜根到這個 喬舍的基層 所以他的力度已經加大 所以這個力度一直在加大當中 但是你也提到你在推 所謂的家門 喬舊中心的家門 這個概念當然很好 用類似7-11的家門方式 去開國際上開禮的喬舊中心的家門店 但是這個未來 你未來之後還會繼續推嗎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長久的盟友 因為你今天才開始 你等於今年才開始做嘛 對不對 你今年才開始做嘛 你剛剛說你已經去 彈了23處 對 彈好了 MLU簽了沒 大部分簽了 MLU簽了就代表要開始推動了 對 其實 這一些家門店 我們給他什麼樣子的贊助 我們主要是賦予他協助推動喬務工作的一個 那他怎麼做 那像譬如說 還是說我們只是去擺擺文宣 如果只是擺擺文宣 那就算了啦 沒有有一些有時候 像譬如說我們要報名 都透過他們 都可以透過他們 像我們有一些那個官模團學生 我還是覺得 落實 是 落實績效最重要 好的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好 下一位我們請蔡委員諮詢 主席好 還有我們所有的教委會的官員大家早安 大家好 能不能邀請我們陳世葵陳委員長 委員長貝群 蔡委員長 首先我想請教你 關於這一次馬英九出訪我們的中南美洲 我們的委員長 中美洲 中美洲 委員長 委員長 我們喬委會有沒有派員隨行 我去啊 全部就你一位而已嗎 那我還有一位科長跟著 就是我們的中南美科的科長 你每位是哪一位 一個蘇科長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是喬教處 是不是 在喬明處 喬明處齁 喬明處齁 喬明處的科長跟您兩位 對 全部只有這兩位參加而已 對 OK好 第二個能不能請你說明一下齁 這一次馬英九馬總統出訪中美洲 為什麼需要我們委員長來隨統 因為他這個主要有兩個兩個工作 一個就是我們負責喬 那第二個是負責跟僑胞的僑團的聯繫 好 那這兩部分是我們的工作 OK那委員長你說你負責喬 跟僑團的聯繫嘛 那我想說齁 他這一次出發的整個的行程裡面 有瓜地馬拉貝里斯嘛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呃 回程跟去程都過境美國嘛 是 美國的洛杉磯 以及休斯頓 那這四個點 你們有舉辦什麼樣的活動嗎 這這四個點 我們都有 那個總統都有跟僑胞接觸 好那所以 你要不要再說明清楚一點齁 呃 在 出發到洛杉磯嘛 對不對 出發到休斯頓 休斯頓的部分 你們的接觸活動是什麼 因為他時間很短只有一個晚上 所以我們有辦理一個僑宴 我辦理一個僑宴 那這個僑宴的錢誰出的 僑宴的錢是僑宴會出的 好 那到中美洲的瓜地馬拉的時候咧 瓜地馬拉因為他有停留兩天 是 所以他有跟僑胞接觸的機會蠻多的 那也有辦理一個僑宴 一個僑宴 對 還是兩場僑宴 一場 一場僑宴 那你另外的僑胞接觸 是指什麼樣的僑胞接觸 就當地的僑社 我們的台商 我們的僑室 僑室容易職人員 好 所以那瓜地馬拉的那一場 僑宴預算誰出的 也是我們出的 也是你們出的 好 那另外到貝里斯的那一場咧 貝里斯他早上也有約了 他是一個早餐 也約了一個我們一些 當地的僑室容易職人員 我們的台商 所以就是一個早餐會就對了 對 早餐會 那早餐會的費用也是有 也是我們出 也是僑宴會出的 好 那最後回程回到了洛杉磯的時候 對 那個行程是怎麼樣 那洛杉磯他大概應該是傍晚到 那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 所以那也是只有一個晚上時間 可以跟僑界接觸 所以他一個晚上的時間 就是跟僑宴 也是一樣舉辦僑宴 對 好 所以那這場僑宴的費用也是有 僑宴會 好 所以僑宴會等於負擔了四場的僑宴 然後 一場兩場三場 三場僑宴 一場早餐會 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算出這個預算多少錢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 為什麼還不知道 這個錢大部分都是 我們以往的慣例都是這樣 等到他們全部弄完以後 外交部結帳以後 再開一個分攤表給我們 所以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是 因為訂的桌數 一桌多少錢 或是當地有什麼開銷 那些錢 全部是由外交部 他統一支付完了以後 開一個分攤表給我們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我問了外交部 外交部說他到目前為止 他也不知道他要花多少錢 對 因為我們是 他們的賬單 可是你們總有每一餐僑宴的上限吧 有沒有 沒有上限 我按照經驗來講 經驗來講 大概 大概就是 七八萬美金 這個加起來大概要幾萬 一場七八萬美金 三十桌 三十桌 三十桌左右就對了 也就是說 我們每一場僑宴大概就是三十桌 那僑民總共來多少位 就是 就是三十桌的僑民 那你現在人是怎麼摳的啊 人是怎麼找的 人是由各個 那個 我們的當地的管處來 來邀請 就是你們的僑務委員去邀請的 還是怎麼樣 不是 就當地管處 譬如說我們休斯頓辦事處 或是洛杉磯辦事處 他們邀請的 所以洛杉磯 那他去哪裡找僑民 不是不用透過你們啊 他們自己找就好了 我們當地 我們平常跟僑民都有接觸啊 所以是他透過你們的 就是你們的名單 然後去邀請他們來參加嘛 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名單出完了沒有 我現在在他們那邊 我們還沒有拿到 你們還沒有拿到 這個是在那個 洛杉磯辦事處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預算是由 僑委會出的預算嘛 對不對 那 所以邀請的 僑院的名單 應該你們相當程度的 你們會了解吧 我們大致上的 我們是了解 我們大致上都了解 那你們名單 但是他的 final的名單 那你們 因為現在剩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就要出訪嘛 對 你們那個名單什麼時候可以公佈啊 參與僑院的名單 能不能公佈 我不知道 因為以往都沒有公佈過 所以我現在 我們以往都是 所以我現在 所以我現在 對 所以我現在請問一下委員長 如果本席在這邊 請您公佈 參與僑院的名單 能不能公佈 我是不是提供你參考好不好 我提供委員參考 會後提供就對了 因為我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拿到 等到我拿到 或是結束完以後 我提供委員參考 希望在 參宴前 我就先拿到 名單 參宴前 那我要問外交部 所以那當然 你要去問外交部啊 你們 你可以跟外交部說 這個錢是你們出的 怎麼可能連來 誰在吃飯 他們也有分擔 他們分擔什麼 你不是說僑院 費用你們出的 主要是我們出 但是有時候他們那個 管員管勸吃的那一副文 他們要負擔 所以要把那幾桌扣掉 就對了是不是 你們算很清楚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委員長 我們僑務委員會的 僑務委員的任期是多久 三年 三年嘛 你覺得三年任期合不合理啊 我覺得差不多啦 差不多 因為太短不熟悉 太長也不好 問題是 我們現在 一任總統的任期是幾年 四年嘛 那這樣不是很奇怪了 因為這個僑務委員的任期 已經有行出幾十年了 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請我們僑務委員會 這個任期的部分 僑務委員會 主事法是哪個單位 哪個單位負責的 主事法是 你們的綜合規劃處 還是 就你們僑務委員會裡面 這個部分是 榮譽值的部分是 歸我們僑民處在負責 對 有沒有考慮未來 改成兩年或四年啊 跟總統的任期一致啊 這樣比較好啊 我們可以來考慮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 以前的任期都滿滿 因為馬總統 去年聘了97個新的僑務委員嘛 對不對 任期到什麼時候 2018年啊 3年就是3年 2018嘛 阿如果新街的委員長 或者是總統 對這個名單不滿意 可以把它換掉嗎 好像也不算我嘛 我想到一任結束啦 對啊 所以這就產生問題了嘛 對不對 就是說 新的總統 如果對這個名單有問題的話 他必須要蓋瓜 承受前任總統所列的 這樣的一個僑務委員的名單嘛 所以我這邊建議 我們的僑務委員會啊 就你們的僑務委員 組織法的領選的辦法裡面啊 你們應該把它考慮 改成兩年一任 或者是四年一任 兩年或四年一任 以符合目前我們所有政府官員啊 幾乎現在都是這樣的一個任期 有任期制的部分 那我想說就這個部分來講 委員長你回去有要研究一下 應該沒問題吧 我們來檢討研究一下 這沒問題 因為我剛剛講說 這個 馬英九在去年他不聘 等於就接近一年的時間是空窗嘛 可是他聘了之後 卻有兩年的時間 是不同的總統 那未來如果是委員長 你續任就算了 如果不是你續任委員長的話 也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那最後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叫做 華僑會館 是的 華僑會館在哪裡 在背頭 背頭嘛齁 誰在經營 現在我們是OT出去啦 就是已經外包了 好我問你華僑會館是 是 飯店 還是什麼東西 他是 當時定義他是一個訓練中心 也是一個僑胞回來住的一個招待所 好那我現在要問你齁 訓練中心你們去年一整年使用狀況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現在還不太夠因為 還不太夠 不是 我們自己的訓練中心 我們有很多的量多的齁 但是進不去 因為他的房間數有限 所以變成說我們有一些活動沒辦法在那邊辦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 所以這一間不符合你們的需求咯 呃 他的住宿空間還是不太不太足夠 他幾個房間啊 57個房間 57個房間 對 那禮堂咧 禮堂教室使用你覺得怎麼樣 禮堂因為他非常大 那個使用上可能還反而比較少用 啊教室咧 教室他現在用的那個還蠻多的 是嗎 來那個 這個是我們哪個單位負責的 秘書室 秘書室 秘書室齁 你們有看過這個去年有一個 立法院關於你們這個華僑會館營運的一個案子 你們曉得嗎 有做過檢討曉得嗎 有 我看到這個內容啊 大禮堂使用率13% 教室24% 住宿率58% 事實上都偏低啊 對 對啊 對是偏低 所以你們覺得 我們是應該檢討 有辦法改進嗎 很難 我們 這個去年就要求你們檢討 檢討了一年之後 對 因為現在經營是在那個委外經營 所以我們要跟那個委外經營那個承包商在一起 你們有沒有考慮乾脆把他 交給觀光局或交給誰去把整個遺產移撥出去算 因為我的意思就問說 委員長 您真的覺得華僑會館對喬會來講 有一個存在的必要價值嗎 以前當然是為了要招待歸國華僑給他住的一個地方 這是以前嗎 精神意義啊 對啦 可是現在還有需要這個意義嗎 他回來台灣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住啊 飯店啊 而且按照我記得觀光發展條例現在新的規定 如果你提供不特定人住宿的話 一定都要納入旅館業嘛 你最近有沒有納入旅館業啊 已經取得旅館業的那個需求 取得旅館業嘛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乾脆就把它看似移撥給哪個單位去管理好了 你們交會就不要去管這個東西啊 那未來的話 你們所有相關的活動 你也不見得也就是要在這裡辦啊 你到其他地方辦也可以啊 否則你留這個資產 你又沒辦法好好的管理它 使用率又偏低 你就每年都被檢討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啊 內部自己其實也在討論 也在檢討 對啊 所以我的檢討 轉給其他單位或者資產活化 或者什麼樣的方法都可以啊 你現在唯一給龍幫做 看起來效果也不是很好啊 他現在一年跟你們說 你們給他租金多少錢 一年是 現在是一千七百多萬 一年一千七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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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全力金還要不要再租金 沒有 這是全部一千七百多萬嗎 一千七百多萬 那面積多大 我們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有一層樓 現在還是我們的檔案庫 我們的檔案庫鎖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把檔案庫牽走以後 假如說真的要給別的地方 或是要給別的單位的話 我們檔案庫一定要先找到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跟國有財案局 在談這一塊 假如說真的全部處理完了以後 我們不排除說 是不是要交換國有財案局或是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確定這件事情啊 我們現在國有財案局 在幫我們找檔案庫的庫房 那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個我們在問國有財案 你能不能一個月內給我們這個案子 最新的進度報告 好的 可以嗎好不好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就你們來講 你們事實上就像剛剛委員長講的 把這個東西 把它變成非你們必要使用 交給國有財案所做未來的活化使用 比你們現在繼續留著它 會更有它的意義跟效果 第二個我認為華僑會館本身過去 它必須要代表的時代意義 在現在來講 我覺得必須要做一個新的轉型 所以剛剛委員長你所講的 希望你一個月內 你們跟國有財案局 首先第一個 檔案庫的位置 有個初步的結果來告訴我 好然後之後再 你們第二個再列出你們未來的 整個搬遷啊 一波的一個進度報告出來 好 謝謝 構想 謝謝 我們請下一位委員諮詢 邱志偉邱委員諮詢 好 謝謝主席 主席請陳委員長 委員長貝群 還有 喬民處莊處長 喬教處長 喬喬處長 喬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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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委員好 對 那個 委員長 是一個大方向 是 任何組織啊 包括政府組織 它不是鐵板一塊 是 它會隨著與時代的變遷 時光條件的不同 可能會這個與時俱進 或做組織的調整 或者再造 或者重整 當然這個喬委會啊 一年大概13、14億的預算 如果沒記錯的話 13億8千萬 OK 13、14億預算300多的同仁 基本上在海外的工作 基本上都跟外交部是合屬辦公 沒有 我們有喬喬中心是 你們喬喬中心 但是有一些你們喬委會 駐外人員是跟外管是合屬辦公 是的 所以很多的業務 大概跟外交部有高度的重疊 很多都是要跟外交部協力去完成 包括對這個台橋的服務 台商的服務 我想都跟外交部有高度的相關跟重疊性 所以每次在主改的時候 或者在組織調整的時候 大家就會思考這個大方向 一個13億預算的一個喬委會 如果從這個 它的組織的功能 工作效率的提升 服務品質的這個優化 有沒有可能大方向 在未來一段時間去思考去評估 把喬委會提升到外交部裡面一個階段 我跟 一個單位 對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是因為我們喬委會 我們本身有那個憲法賦予的工作方向 其實是應該 應該是說喬委會 要有一個中央組織 要一級單位 對 應該是說外交部的工作 跟我們有一點重疊才對 因為外交部他應該是做政務的工作 應該是做外交的工作 僑民的工作其實是喬委會的工作 你願不願意去思考這個方向 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當然不是說現在 如果說未來這個民眾的反應 或者是僑借的反應 認為說如果在外交部體系 來推動僑務工作 可能會來得更有效率更有品質 如果這種民調顯示是這樣子的話 願不願意去做思考 我想我們要看那個被服務者的一個感受 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你可以去問全球的台商 到底是在消費服務這邊的服務態度 還是說他們願意轉到外交部做服務 我覺得這可以問台商 各位委員常常在接觸台商 你們可以做一些調查嗎 對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自己 如果有做過類似的調查嗎 沒有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便做這樣的調查 當然有必要啊 綜合規要素 綜合規要素 我應該去做這方面 如果不同的單位體系之下 當然有不同的服務品質跟內容嘛 對 也許預算不一樣 如果稍微會變到這個外交部體底下 搞不好你們預算會倍增 也不一定了 搞不好你們這個工作起來 會更有效率 也不一定了 我不是代表說我說的是完全正確的 但是最起碼是一個方向 可以去研究 可以去思考 那我期待是不是綜合規要素 能夠對未來僑委會的定位 以及組織再造 有沒有類似的評估 或者這個思考 我想這個問題是一個持續性的問題 我們從主改歷次一直來都是 這個問題都一直都存在著 我們會繼續的做一些評估 我告訴你這個方向 我了解 謝謝委員提供我們的指教 我也期待說綜合規要素 針對這個部分 能夠做一些研究 或者做一些民意調查 做你們決策的依據 我另外請教這個 關於對台商的服務 全球都有台商嗎